台湾在今天 在新增的两例本土个案 都在台北市 而其中一例案16226 她是一名70多岁的女性 她在7月份的时候 曾经接种过一剂莫德纳疫苗 最近因为要到医院动手术 入院裁剪的时候确诊 CT值38 至于另外一位案16227 她是20多岁的女性 5月份的时候 她的两位家人 还有男朋友都确诊了 当时她又一次出现感冒的症状 却没有裁剪 直到9月中 妈妈住院她去陪病 到医院裁剪的时候 二采的时候应转阳 CT值33 那么两个案子 研判应该都是就案了 因为他们的CT值都偏高 那么北市卫生局 也将申请做抗体检测 手术前三天 患者和陪病者得先做PCR裁剪 避免隐性确诊者在院内传播 而这回就靠这项规定 再救出北市两名确诊者 其中一例案16227 明明5月时 两位家人和男友都确诊 她也有疑似感冒的症状 却没被裁剪 直到9月 因为要陪妈妈住院 所以到医院裁剪 但第一次PCR阴性 二采应转阳 CT值33 16227 它在9月14号 则有接种AZ第一剂 指挥中心有说明说 推测可能是比较较为之前的感染 那我们现在也是申请 就是做一个抗体的检验 至于另外一例案16226 70几岁女性 5月时虽然因为同事确诊被匡列 但隔离期间没有症状 是直到9月中 要进行手术 做术前裁剪 才被验出阳性确诊 CT值是38 那看起来应该比较像是 先前的感染 7月3号的时候 就打木的那第一剂 15号的时候 採检PCR是阳性这样子 那目前有做那个 匡列区隔者一人 那採检已经是阴性 目前这两例本土个案 都被北市列为感染源不明 尽管CT值都偏高 病毒量低 但仍会在针对他们的可传染期 持续匡列接触者 要尽可能把对社区的风险 震斗最低 解这么多 好 接上来追踪 这位案16227 20多岁的女性 她的CT值33 研判应该是旧案 不过5月的时候呢 明明她的家人跟男朋友 都曾经确诊 而当时呢 她也出现了 疑似有感冒的症状 却没有被匡列 那么现在才发现了 她确诊 也被質疑说 当时的疫调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没有做的确实呢 对此台北市卫生局就解释了 当时疫调 案16227 并没有跟家人同住 那么她跟男朋友呢 也只有通讯 视讯联系 不过 医师王任贤就认为了 单凭疫调 分层匡列 太落伍了 不要为了省钱 付出更大的成本 北市17日公布 两确诊个案 其中案16227 状况有点吊诡 早在5月 她的两位家属 男友陆续确诊 她当时也疑似出现感冒症状 却没有被匡列隔离 她跟她家人 并不是住在一起 而是住在前后洞 所以她当初 并没有被匡列 是要居家隔离的部分 期间跟男友也没见面吗 她当时说 她跟男友是电话沟通 也都没有见面 对 就是个案现在 跟我们是这样说的 跟家人住不同 跟男友也没接触 卫生局就根据当时疫调 判定案16227 不用匡列 如今出现确诊 被质疑政策不够严谨 就代表我们的疫调 基本上是不落实的 不要再做分层次的匡列 一层二层去匡 这个都是太落伍的概念 我们就为了省那些筛查 这样的节省 其实是会浪费更多的成本 不过也有医师分析 以个案CT值33来看 也有可能是近期感染 5月的漏洞已经很大了 5月底那时候 真的真的很慌乱 看到CT值33来看 应该是最近的事 就是8月或7月 当初没塞到 现在不会散散 核实感染 感染源为何 都还要再厘清 但面对Delta超强传播力 每个细节都不能马虎 中秋节过后 BNT疫苗即将开打了 除了让12到17岁的学生 优先接种之外 也将在9月25号开放第9轮接种 对象包括了18到22岁的年轻人 65岁以上的长者 以及第9类40岁以上的族群 指挥中心表示 如果还有剩余的剂量 不排除会继续地提供给 第9类40岁以下的族群 那么接下来才会再从64岁 往下开放 至于一般的民众 则是要等到第9类全部都接种完 才有机会了 而有医生就认为说 BNT疫苗它的运用灵活度很高 如果说第9轮接种完 还有多的疫苗 应该叫挪出部分 提供给第二剂来混打 BNT疫苗即将登场 但还没开打 人气就超旺 截至17号中午 有超过402万人 意愿登记选填BNT 而目前到获的184万剂 已经完成封肩 将优先提供给12到17岁学生 到了9月25号 也会开放第9轮接种 而这一波对象 包含18到22岁年轻人 65岁以上长者 还有第9类40岁以上的族群 而外界也好奇 如果学生跟第9轮对象 都接种完之后 要是还有剩余的疫苗 会提供给哪些族群施打 目前第9类40岁 看有没有办法再往下开到第几岁 可以用多少的疫苗量 去再开给其他的一般民众 必须要参考 校园接种的一个排程 也就是说第9轮施打对象 有望再扩大 指挥中心初步规划 剩余的疫苗 会优先开放第9类 40岁以下的族群 等第9类全部打完 接着才会提供 未满65岁的一般民众 而有专家认为 BNT疫苗运用灵活度高 可单打也可混打 因此多出来的剂量 不必全部拿来可以打第一剂 应该考虑提供给高风险 卓群第二剂混打 打一剂的话 它保护率是不够的啊 它变成是处在 还是处在有点风险之中啊 你应该要赶快让人家打第二剂 你不能这样无限延长 所以要等更久等更久啊 虽说近来陆续有疫苗到货 但国内接种需求量大 疫苗库存还是很缺乏 施打顺序的安排 依旧出现不同声音 接着赛红报道 随着台湾的疫苗施打 越来越普及 现在台北市政府 打算要推行实施 数位健康通行证了 用绿黄红三种颜色的灯号 来显示民众新冠疫苗的 接种状况 如果说呢 已经打完两剂的话 APP会显示绿色 打一剂的是黄灯 那么尚未打过疫苗的是 红灯 那么这样呢 到时候绿灯的民众 就可以直接地出入公共场所 长者也能够参与老人共参 有民众认为 有数位证明 确实是令人觉得比较安心 但是对于手机使用 不太熟悉的长者来说 可能会不方便 而指挥中心则表示 目前主要针对 国际的数位证明 而至于国内社会 还没有共识 所以仍然要进一步讨论 台北市长柯文哲 力推数位转型 最近更积极 想要推出健康数位通行证 甚至指出 只要中央点头 随时可以上路 也就是利用台北通APP 连接健保系统 民众只要施打满两剂疫苗 APP上就会显示绿灯 打过一剂是黄灯 没有打过疫苗的 则是红灯 未来如果使用通行证 绿灯的民众 可以直接出入公共场所 长者也能参与老人共参 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比较麻烦 如果说是针对老人的话 我觉得老人家应该也会 对这些手机上面的东西 不太了解 柯文哲认为 如果没有这个设计的话 整个台北市餐厅内用 以及居民活动的限制 执行上可能都有困难 受限会比较多 那用餐上面来说的话 可能会没有什么方便 餐厅会属台北市 那所以会有基隆 跟新北 桃园 这其他会一些事 所有的资源都串联在一起了 没有 餐营业者抱持乐观心态 但也希望能有完整配套措施之后 再实施 针对北市要推出 类似国内版的疫苗护照 指挥中心有不同看法 主要还是做 有关国际的这个疫苗接种的 一个数位证明的一个 跟各其他国家的一个流通的一个部分 国内社会是目前还没有共识 疫苗接种数位证明 在台湾到底能不能实行 不止中央目前没打算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认为 现在疫苗覆盖率不足 甚至有人想打还打不到 推行护照时间还未成熟 通行证想要正式上路 恐怕还得再等等 接着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慢个兴趣的 我们也可以 说车队口 Iya 愿者 请不吝点赞 boro